超長車龍把基伏主要道路塞得滿滿滿 1、2、3、4、5、5線道通通看不到鏡頭 因為沒過幾分鐘就傳出這個聲響 警報聲貫穿了烏克蘭人的耳朵 拿著家當趕快往西逃 銀行ETM也出現了擠兌潮 TBS獨家訪問住在台灣的烏克蘭正妹坦亞 她說俄羅斯城凌晨在各大城市發動突襲 一堆朋友超慌張 湧入社群網站求救 狂問西部城市有沒有人的家能夠借助 坦亞的爸媽目前仍在利維夫 當地還沒傳出炮火 但她已經焦慮破表 而駐基辅美國大使館也發出警告 呼籲當地公民就地避難 不過烏克蘭的男人們可不能躲起來 因為政府已經開始徵召後備軍人 18到60歲通通要上前線 看看徵召現場 連滿頭白髮的爺爺也來報到 烏克蘭總統澤文斯基 則發布最新自拍影片安撫國民 要組反普京聯盟 另外在德國柏林知名地標布蘭登堡門 和法國巴黎市政廳 都亮起了烏克蘭國旗藍黃兩色 表達支持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